可以幫我們設計一個寵物系的妝容嗎 新膚的顏色 彩鳳腮紅 馬上被皮膚吃進去 很像你本來的膚色 自帶氛圍感 我人生中第一支唇膏其實是美的 它的顯色度也是滿足夠的 水潤水潤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被我無辜到 好啦有 刮完衣服之後 是不是應該看一下化妝品了呀 對啊 而且春天要到了也是時候來幫我的化妝包換季了 而且聽說MAC最近推出了限量的新品 讓我們歡迎MAC的品牌大使 我是MAC的品牌大使 我是Claire 我們眼前這個應該就是純季新品了吧 這個是MAC新出的櫻花系列 它是限量的哦 光是超可愛的 而且我有看到一些這樣熟悉的 像火力水 它這次比較特別 它是加了櫻花的味道 我超喜歡用你們家的純霜的 這也是我們的明星商品 真的我只要有上唇膏 都一定會先用它 打你MAC的鐵粉啊 我看到有很多非常熟悉的明星商品 加了這個漂亮的櫻花包裝 那還有什麼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化也是我們新的 它是奶凍栽荷 這次出了三個金色 橘色系的 哇這個也好可愛 很適合下去 橘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打亮餅 它裡面是做櫻花的圖案 它是雕刻在上面的 對啊 而且它的那個 光澤感超明顯的 而且有點粉紅色偏光感 上臉一定超美 超可愛的 純膏的話我們有出三個新色 這個就是眼線液體 它是可以24小時持色的 配合星光三月寵物情人這個主題 可以幫我們設計一個 寵物系的妝容嗎 平常要去遛狗啊什麼的 可不可以畫一個無辜的眼妝 然後配合我們家的狗狗 當然可以啊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看到你這個眼睛 很可愛 亮亮水汪汪水汪汪的 尤其是下面這個臥鏟 怎麼畫到這樣子 液態的原因 夾在眼睛中間 還有臥鏟的地方 它看起來比較水汪汪無辜的感覺 它的頭超級細 太長好勾了 你的眼線畫好可愛哦 而且好細緻哦 我剛有看到你有幫它噴 圓力水噴 沒錯 該不會就是因為 它的妝材會這麼服貼吧 對 因為它皮膚真的太乾了 新出的顏色 奶豆腮紅 你們可以摸摸看它的質地 很舒服耶 真的耶 而且它非常好推開 它是濕瓦 比粉狀的腮紅會更服貼一點 而且它自帶氛圍感 它的顏色比較自然一點 真的 因為平常我們用粉狀腮紅 上上去之後 其實就有一個很明顯的 但是這個奶豆腮紅真的 塗下來就是感覺馬上被皮膚吃進去 很像你本來的膚色 自然的紅潤感 而且奶豆腮紅它會比較持久哦 會給你看鼻孔好可愛 夏戴口罩也比較不容易脫掉 超自然的 打亮的話就是用這顆 超期待的 膚氣功的地方 它的顯色度也是滿足夠的 你這樣輕輕上一層 它的顏色就很明顯 沒錯 很自然耶 可以打這個像船風這邊 看起來水潤會更多的 多的 我其實也很喜歡化妝師 幫我打這邊的亮 水潤水潤的感覺 可愛 有沒有 有沒有被我無辜到 嗯 好啦有 我知道它這麼了 因為你的妝還沒化完 對 重頭性 嘴巴 打底的話可以用我們的 妝前唇霜 它是可以幫你撫平唇紋的 它也可以當護唇膏用啊 而且它不是那種柔柔亮亮的 現在戴口罩的話 也不會沾在口罩上面 用它上唇膏之後 都不會有卡紋的狀況 然後買 嗯 而且之後再上唇膏 會讓你顏色更明顯 更橘色哦 它是有點像 有橘色的感覺 都是比較自然一點的漆色 中間可以再疊一個黑色 哇 立體感 好可愛哦 我以為超可愛的 自己剛剛畫好一百倍 不要這樣 我等一下就買回去練 我人生中第一支唇膏 其實不是美的 我也是 珍貴的第一支唇膏也是美的 這次竟然又吹出了新色 我超新款的 新的包裝 而且還有剛剛那個 活地水噴霧也超厲害的 這一掛可以當妝前保濕 現在完妝的話 也可以再噴一次 它可以幫你定妝 MAC的茄子 一定要記得 來試試用這次的新品哦 非常的燒 我都被燒到 今天介紹的春季新品們 大家還喜歡嗎 新公三月的春季主題 寵物情人 洗手TSPCA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拍攝形象照 還要與當代插畫家合作 推出杯墊一賣哦 追求時尚的同時 也傳遞了永續生命的理念哦 好物圈們 等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物圈 好物圈 好物圈